酒吧内,男子摇摇晃晃从包间里出来,询问服务员卫生间在哪儿,之后在服务员的搀扶下进入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同伴看到还没出来就来到卫生间找他,以为他喝多了到卫生间吐不出来,怎料一开门就看到男子倒在那儿一动不动,仔细一看才知道人已经没了呼吸,同伴当时被吓傻了,赶忙报警,很快郭队就带队来到了现场,民警告诉他,在11点30分时接到报案,5分钟后就赶到了现场, 进入卫生间后,徐静先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郭队也对死者嘴角的残留物进行了提许,接着来到死者之前唱歌喝酒的包间,将包间中的脚印和指纹都采集起来,带回警局分析,之后向死者同伴询问,得知死者名叫徐海洋,同伴还将发现徐海洋的经过简单的描述了下,郭队便让他留下他的DNA和脚印,配合警方的调查,尸体拉回警局后,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尸检,根据死者为内容易判断,死者死前, 吃了些海鲜,以及喝了大量的酒,尸体没有任何伤口,死因是肺部有严重的肺水肿,导致呼吸窘迫,窒息而死,目前看来,中毒是最有可能的情况,但是否如此,还得先化验血液和体液才能确定,随后,将死者身边亲近的人叫来了解情况,从那个报案的同伴者得知,徐海洋是没伤人,为人很好,处处的替他人着想,平时也不会有人恨他, 接着又叫来死者家的保姆,这个保姆知道的还真不少,他说徐海洋两口子以前闹过离婚,原因就是因为穷,但之后,徐海洋寄生了一大笔遗产,他不停的给老婆买东西,这才两人和好,另外,徐海洋还有一个弟弟,之前因为遗产的问题和徐海洋闹过,不过,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又将死者的弟弟徐海涛叫来问话,他也承认,之前因为遗产的问题跟徐海洋闹过,可是后来想清楚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最后,死者的妻子来到警局,他说,丈夫前段时间身体就一直不舒服,整天拉肚子,他也不当是什么大病,就随便让他吃了点止血药,妻子见徐海洋的死,归则在自己身上,说自己早点让他去医院,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说完就开始痛哭了起来,了解情况后,郭队亲自做起了毒物检查,小光这时, 进来告诉他,死者是甲氨磷中毒死亡,这甲氨磷是一种有机磷,平时用于农药的制作,但之后因为毒性太大,所以停止了使用,口服,注射,皮肤接触,或者在鼻腔吸入后,都会导致中毒死亡,中毒轻者腹泻呕吐,中毒较重者会呼吸困难,引发肺水肿,甚至导致窒息死亡,郭队得知这些消息后,感到很疑惑, 可是从我们这里的检验结果看,死者当天晚上,所食用的食物,和偶突物理,并没有假,而且,验尸报告中也已经提到,尸体表面,没有注射留下的针孔和类似伤口,但是,死者的呼吸道,食道,口腔,胃液里,均没有发现假, 那死者的中毒原因是什么呢? 郭队想了想,猜测可能是皮肤接触中毒,于是,让小光检测,死者所穿过的衣物,没多久,小光就检测出,死者衣服上,还有少量的甲氨铃,因此可以判断,有人长期,让徐海洋,穿着少量甲氨铃的衣服,让他慢性中毒死亡,但是,这种慢性中毒,能严重到突然死亡吗? 会不会有什么诱因,致使死者急性中毒死亡呢? 郭队认为,死者身前喝了很多的酒,酒精会导致血管毛孔扩张,形成代谢加快,让皮肤对毒吸收增加,最终导致死者急性中毒,进而窒息死亡。 既然死因已找到,郭队便带人来到死者家中调查,但经过一番搜查,竟是没有发现一点还有甲氨铃成分的东西。 接着,郭队来到死者家菜园查看,发现地上有罐类似于装农药的东西,将其打开,发现里面的东西很不对劲,并将东西带回,还将死者的弟弟徐海涛叫来。 他告诉郭队,这里面装着的是他嫂子给菜撒虫的农药,但具体是什么药就不知道了。 接着,郭队问他,徐海洋有没有跟人发生过争执? 但是,徐海涛表示,自己大哥认为很好,特随和,不过,就是跟嫂子有个矛盾,当初他俩还没拿到遗嘱前,他俩外出打工,之后听家里的人说,自己的嫂子王真和一个男的关系不清不楚的。 徐海洋知道后,两人为这事还大吵过,这事除了他们三人外,保姆也知道这事,郭队又问他,王真跟那份遗产有没有关系。 是啊,这事,是跟我嫂子有关系。 当时,我表叔立遗嘱之前啊,就说这个,我们哥俩谁先结婚,有了孩子,这个孩子还可以再多拿一份遗产。 啊,倒不是眼红,我哥哥拿的比我多,因为毕竟我嫂子那事不是没查清楚吗,所以我就说啊,先让我哥那份放在我这儿,如果我嫂子真没事儿,我原分不动的把这些钱都给我哥,让我哥没同意啊。 随后又将保姆交来了解情况,保姆的说法跟徐海涛的大体一致,此外,还告诉郭队,和王真不清不楚的男人叫李小虎,徐海洋之后回家抓钱有没有抓着,事情怎么样? 他对此也不是特别清楚,将保姆送走后,郭队几人展开案情分析会,根据目前手上收集的证据,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两人身上,徐海涛和王真。 虽然徐海涛曾因遗产的分配问题,而跟徐海洋发生过争执,王真也因为跟徐海洋的夫妻关系不合,两人都有明确的作案动机。 但是,现在遗程已经分配完毕,徐海洋死后,获益最多的就是王真和他的女儿。 另外,在徐海洋家发现的假案令,是王真通过未知渠道得到的,并且上面还有他的指纹。 而且,王真内关系不清不楚的男人叫李小虎,是农机转的技术员,具备一定的化学知识和农药知识, 而且,也会有渠道弄到假案令。 因此,徐静认为,王真的嫌疑比徐海涛的要大,但郭队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凶手是王真,他有必要弄到这么大剂量的假案令吗? 这当中,也不能排除,王真的确是想用他来种菜,杀虫的可能性。 为了解事情真相,便再次将王真请到警局问话。 徐静问他,知不知道徐海涛和他丈夫真遗产的事,王真说当时是有些不愉快,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但徐静了解到,徐海涛少分的可不是比小数目。 王真此时突然坐大不上来,徐静再问他,认不认识李小虎,怎料王真这时开始呼吸困难,说话都有些不清楚,看上去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还没说清楚,人就晕了过去,郭队赶紧让朱峰去叫医生,将王真安顿好后,小光找来郭队说新的发现,他在死者的衣服上都有长条状区域,经过检验,发现还有大量的假案令,可以确定他们确实是因为皮肤接触而导致假案令中毒。 而刚刚将王真送完医院后,也证实王真也是假案令中毒,而且王真的女儿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三个人的途径和症状都和徐海洋的一样,都是假案令中毒。 朱峰很疑惑,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的? 一点都不奇怪,凶手不可能把贾安林直接涂抹到衣服上,他是把贾安林涂到了靓衣绳上,衣服搭在靓衣绳上的时候被污染,还留下这样的印记。 太假话了,郭队,这不就证明,真正的杀人凶手就是徐海涛吗? 随后郭队来到死者家中,发现他们家靓衣服的是靓衣杆,而靓衣杆上也没有检测到任何的假案令。 此时,保姆大妈告诉郭队,他们之前都是用靓衣绳的,但是在出事之后,徐海涛就将这靓衣绳改成靓衣杆,而靓衣绳也被徐海涛给扔了。 这时,郭队被一只从墙边出来的脚狗叫声给吸引了,来到墙边附近苏查,发现地上有很多蚂蚁,感觉下面是藏了什么东西。 朱峰用铲子挖了几下,终于挖穿那条靓衣绳,同时,里面还有一副胶皮手套,于是将这两样东西带回警局检验。 经过检验证实,绳子上涂有大量的假案令,而手套里的脾气组织证实是属于徐海涛的。 郭队听到这一消息,就立即传讯徐海涛,审讯室里,郭队告诉他警方已经掌握了他毒害徐海涛一家的证据,希望他老实交代。 但这徐海涛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还说是郭队搞错了,郭队也不想废话,拿出袋子中的绳子和手套,徐海涛看到和愣住了,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东西竟会被郭队找到。 徐海涛做的这些,都是因为不让王珍和他的女儿得到那份财产。 虽然王珍是他的嫂子,但是徐海涛却不这么认为。 不知道是谁生了小野种也能分到跟我一样多的钱。 我哥明明知道,在这个世上,我才是他真正的亲,可是他却不信我,他拿着钱给外人我,我记不过。 之后他又听说,王珍和李小虎还有来往,以为他俩合起伙来,害徐海洋,霸展他们许家的财产, 于是,便用李小虎送给王珍的农药,夺害徐海洋一家。 徐海涛为了遗产,已经走火入魔了,为了遗产,他害死了自己的亲大哥。 徐海洋那份天上掉下来的横财,也最终变成了横货,真的是人未财死,鸟未食亡。 交去一家民宿里,服务生像往常一样,给房间更换日常用品,怎料,刚进门,就看到地上长长的血迹,服务生被吓得一两枪,但出于好奇心,还是壮着胆子,顺着血迹来到了卫生间。 卫生间里的金金,差点把他吓晕过去,里面一个男人,全身是血地倒在地上,之后,陈队就带队,来到了现场。 法医初步检查了尸体,发现死者上半身全是倒伤,死前曾经搏斗过,根据尸僵程度判断,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12点到今天凌晨的2点之间。 小苗在检查死者外套时,发现死者上衣口袋中有一钱包,从身份证上得知死者名叫李龙彪,32岁,钱包里的现金和信用卡都还在。 这样看来,这不是一起抢劫杀人。 小苗在勘察现场血迹时,意外地发现,厕所门后有一块被压扁的口香糖,上面还印到了什么花纹上去。 将现场发现的可疑物和尸体带回警区后,陈队将民宿老板叫来了解情况。 据老板回忆,死者是昨天晚上8点多入住的,陈队很好奇,房间这么大动静,老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老板说,他们那儿,一到晚上就有人放鞭炮,快打烊的时候,来了三个人在他那儿喝酒, 还在凌晨1点来钟的时候,放了十几个耳梯角,说着,想起这三个人来的时候,围着死者开过来的桑塔纳,看了半天。 在吃饭的时候,还问他,桑塔纳的司机在哪儿,老板也是稀里糊涂的,将房间号告诉了他。 等第二天他起来时,发现,停在院中的桑塔纳,已经开走了。 如果不是得知司机死在房间里,老板到现在还以为,车是被那住客给开走的。 他还将死者开过来的桑塔纳车牌,告诉了成队。 成队听后,让老板协助警方将那三人的画像给描绘出来。 另一边,小苗在检查死者衣服时,发现,有个东西从衬衫里掉了出来,拿起一看,竟是一只蜜蜂。 接着小光用放大镜检查,小棠找到那块口香糖,发现,口香糖上就有三个数字,209。 那么,这209是什么意思呢?随后小苗调查了死者的详细资料。 这个李隆彪之前因流氓泄斗,被判过两年劳教,刚出狱的时候还经常打架斗殴。 但是,最近几年,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找了份工作,并且还结婚生子了。 另外,调查中还发现,李隆彪开出去的那辆桑塔纳并不是他自己的,是一个中学老师开到他们修理厂维修的。 是李隆彪偷偷偷将车开出去,修理厂能让员工将客户的车开出去,看来这修理厂是有问题的。 城队听完让小苗小棠去往那个修车厂调查下,修理厂的员工倒是很坦诚,承认是李隆彪将客户的车偷偷开出去,还说李隆彪是他们老板的发酵,他们也拿他没折也不好说什么。 另一边,城队来到解剖室,法医在解剖的时候,竟然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把钥匙,城队看着钥匙感觉很奇怪,好端端的,吃什么钥匙呢? 莫非凶手杀害李隆彪就是为了这把钥匙?这时城队看到死者的脖颈处有一块红肿。 我开始以为是挫伤,仔细一看,发现这有个针眼,像是某种蚊虫叮咬的伤。 哇,这蚊子够厉害了呀,也许不是蚊子咬的。 在死者的领域下面,找到了一只蜜蜂。 这就对了,蚊子叮咬的伤没有这么红肿,这人会跑到哪儿去呢?怎么会让蜜蜂的这个呢? 之后李隆彪的妻子来到警局,妻子边哭并告诉成对,昨天下午上班的时候,丈夫回来趟家,收拾了几件衣服,说是跟他老板去外地接车。 到了晚上六点,李隆彪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娘家躲躲,好像是有什么人在找他。 妻子以为丈夫又犯了什么事,并乖乖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怎料今天回来时,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不过,家里的钱和存折道都还在。 成对听后,拿出那把钥匙,让他辨认。 妻子看后表示,压根就没见过。 又拿出民宿老板描绘的那三个人的画像。 妻子看后,感觉有点眼说,但不知道是谁,叫什么名字。 了解情况后,成对赶忙来到法医这里。 法医检查到,死者的右手食指的指甲断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劈断的。 猜测在那断了的指甲中,会有一些残留物。 成对听后问小汤,有没有发现那断了的指甲,怎料。 小汤很自责,赶紧联系老杜他们。 而老杜则在外调,回来还有很长的时间回来。 于是,小汤便独自来到了案发现场搜集。 刚下车,他就看到路边停了辆吉普车,以为是住客或者是附近住户的,便也没有多想。 怎料他进入房间准备勘察时,从房间门后出来拿着棍子的男子,一闷棍下去,直接将小汤给撂到。 警局里,成对正在查看案件报告,老杜和小苗这时调查回来,说去了藤李龙标家里发现了几枚指纹。 这时,小光心机火燎的来找到成对,让他看一下一段视频。 视频中正是小汤被凶手绑住的画面。 同志,同志,你们给我听着,我支给你们12小时,你们拿钥匙来换这个警察,要不然,这枝炸弹又会送到上西天,你们不要管我,我现在叫我。 我这次要是。 藤魁的上司,给我记住了。 我只给你们12小时时间。 12小时。 我不是让你们一起去案发现场吗,为什么棠会不会往下了? 知道你别着急,是这样。 他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不要等了,让他自己去现场了。 当时还有排出所的人呢。 你笨打! 公然挑衅警方绑架警员 这样程队的脸面何在 他让小光立刻锁定上传那视频的IP地址 但凶手也是很狡猾 早就将自己原始的IP地址给修改了 目前暂时无法锁定定位 程队让小光调出小汤被打线 说话的片段 发现小汤在每次说定位的时候 嘴巴突然收小 程队猜测那个字可能是火 又根据视频背景杂音判断 是有火车声 因此判断小汤可能是被绑在火车站附近 不过火车站附近 风云五公里内都可以听到火车密地声 而且有都是人口密集区 排查起来非常困难 但再怎么困难也必须要调查 之后程队经过一番调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于是程队回到警局 这时凶手又发布了一个视频过来 程队看到视频中的小汤 指着一份报纸 小苗指出 这报纸就是今天的法治晚报 根据视频小汤所指报纸的位置 小光推测 小汤在暗示 自己在报纸上 烟囱的四点钟方向 很快 小光查看地图 发现烟囱四点钟方向 有一家小旅馆 程队赶忙带队 来到了这家小旅馆 我会 都会 都会 程队 一场就来了 没事吧 陈队看到小唐没事 心里悬置的心也放了下来 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接着来到前台向服务员了解情况 服务员说小唐是被一个高个男人背进来的 还说他们当时是开着吉普车来的 说完便将他们登记的身份信息给陈队看 小苗很快通过系统调查到这人登记的信息是假的 于是陈队将杀害李龙标案的三名嫌疑人画像给前台看 服务员很快就认出右手两个人是把小唐背进来的 而左边的这个大个是最后面进来的 了解情况后 陈队让小苗尽快调查出那辆吉普车 回到警局后 治疗后的小唐描述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还说视频里的那两个男人 一个叫阿斌一个叫阿清 在昏迷中隐隐于悦听到一个叫旺哥的人进来 旺哥一进来 看到阿斌阿清绑的是警察 当时就跟他们急了 这群混蛋 真是胆大包天 连警察都敢绑 我当时也是这么跟他们说 我说绑架了警察可是大案 我那些同事一定不会放我 一定会救我出去 我是五点半被抓到这个 前台经理还问过他们 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所以他们跟经理说我病了 人家也冲冲在中 后来又卖了你 对那是他们的头 好像叫旺哥这人一来看见绑架了警察 当时就跟阿斌阿清齐了 哎唐慧 保你的那帮人跟我们要钥匙 怎么他们没有拿到钥匙 就把你给放了 其实钥匙到底在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也不全 他们还出了心 说到了李龙标 怎么才怎么样 这个李龙标跟那三个人是一伙的 他们是个偷车团伙 是盗窃消赃一方 这两天他们做成了一大单生意 好像 挣了有一百万 李龙标趁他们不注意 就挖着钱的卷了 所以这三个人 就通过被李龙标开走了那桑塔塔 找到了李龙标 然后杀死了他 但是却没有找到钱 只找到了鱼匙师牌 原来小宫之前检查那块口香堂匙 发现上面的数字209是柜子的号码 钥匙现在就在城队他们手上 所以之前凶手绑架小堂匙 向他们索要钥匙 这样看的话 杀害李龙标的动机 就是为了那一百万 李龙标当时担心 把钥匙落在他们手中 所以把钥匙吞进了肚子里面 而钥匙牌因为太大吞泊下去 所以才落到了他们手里 小苗这时进来 他调查到了绑匪他们所开的那辆吉普车 车主叫吴烈 有意思的是 这个吴烈是个无期徒刑的在压犯人 成队听后决定分成两队 让小堂和小苗去调查下那个储物柜 自己和老舵去会会这个吴烈 通过对吴烈的审问 得知他将车给卖了出去 成队问他车是卖给谁什么时候卖的 他就要求减薪才肯告诉成队 他这要求成队是不会答应的 另一边小堂和小苗根据调查 找到了储物柜的地方 打开包一看 里面正是被李龙标藏起来的钱 随后将这点钱和老板带回警局 老板回忆到李龙标是昨天下午三年来寄存的 当时说好是24小时内乃拉的 可是一直迟迟没有过来 直到昨天下午 有个男人拿着他的照片来打听 小堂听后便将画像给他辨认 很快老板就认出 那个男的是民宿中出现的三个男人之一 之后小苗在整理包里陷阱时 发现了一只蜜蜂 蜜蜂的出现让成队意识到 现场可能还有他们遗漏的东西 于是便重返现场 将房间里彻底搜查 这一次小堂在排水管中发现了一粒头发 只是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属于死者的 成队这时也接到一通电话 让他尽快赶到医院 原谅吴烈在监狱里 被死者家属疯狂地报复他 成队提出给他换监狱为条件 让他告诉自己急破车的下落 吴烈听后一口答应 告诉成队车卖给了一家修理厂里 接手的人是一个叫万哥的人 接着拿出三名嫌犯的画像让他辨认 吴烈确认其中一个就是万哥 第二天一早 成队就来到了小光站 小光化验了小堂所找到的毛发 在资料库里并没有找到匹队 成队现在也很无奈 根据现在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他们有理由相信 李隆彪工作的修理厂就是他们卖掉车的地方 而万哥很可能就是利用这个厂进行偷车贩卖生意 另一边 老杜和小苗再次来到修理厂调查 在搜查时 小苗发现有一双鞋子里面有一只蜜蜂 这已经是本案出现的第三只蜜蜂了 修理工说 这是他们老板崔建国的 老板平时就喜欢去郊区钓钓鱼 随后小苗将这情况告诉成队 成队听后也感觉不对劲 案件中接二连三地出现蜜蜂 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赶忙请来农业大学的专家来鉴定 专家一眼就看出 这蜜蜂是雄蜂 是本时刚引进的品种 主要是在南城的果园里 说完还将头发的纪录本给成队看 成队翻开一看 修理厂的老板崔建国竟也在其中 成队顿时毛色顿开 想通了 李隆彪很可能就是在果园里拿到了钱 这个偷出的团伙 偷了车以后 如果要有一个骑修厂 那换牌照 改装就很方便了 李隆彪和这个崔建国应该是一会儿 崔建国的伙计说他去了外地 他没回来 也许并没有错 就在他的国园里 沈闻市里 崔建国还是嚣张跋扈地说自己就是那网格 还说修理厂里偷车倒霉的都是李隆彪出的主意 好一个死务对战 但成队可不相信他这鬼话 问他那一百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建国听后直接开始装起了糊涂 小汤问他 把自己绑架不就是为了那把钥匙吗 怎料 崔建国听后说绑架并非自己指使的 还说自己救了他的命 成队看他死活不认账 告诉他 在李隆彪被杀的房间里的排水管里 发现了他的血迹和毛发 崔建国听后 这才放弃了狡辩 交代了经过 他要杀李隆彪的原因 都是因为李隆彪太贪了 当时崔建国卖了一大批车 赚了一百万 他让李隆彪去卖家那里取钱 可能是因为从小玩到大 崔建国对李隆彪非常的放心 但怎料 李隆彪见到这么多钱 直接拿钱跑路了 之后崔建国找到李隆彪 问他钱在哪 李隆彪咬牙称 钱不在自己这脸 崔建国一气之下 直接将他捅死 案件到此结束 说到底 李隆彪的死 都是因为贪欲 所以 他这叫罪有应得 你也知道罪有应得 那是你们偷车得来的赃款 等着吧 等待着你们的判决 才叫罪有应得 陈自作 房警官 我就纳纳闷了 我那个果园 除了我那几个小兄弟 没人知道 就连我媳妇 他都不太清楚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是我们的朋友 告诉我 你们的朋友 对 郊区的垃圾场中 电影剧组 正在里面拍摄影片 只见演员挥舞着耙子 在垃圾堆里辛苦挖地 导演在这上面 为他加油打气 当演员拿开一张破凉起后 竟被吓得直接坐到了地上 剧组几人 看到也是被吓得当场就跑 原来 梁熙里裹着一具男尸 郭队接到报案后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让朱峰对现场拍照取证 法医检查了尸体 发现死者头部 有被严重击打过的痕迹 从伤痕来看 是被顿器反复击打所致 另外 死者身穿一身名牌西装 按理来说 这身打扮的人 是不会主动出现在垃圾场的 这里很有可能 只是抛尸地点 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另一边 徐景在死者的附近 发现很多相似足迹 怀疑就是凶手留下的 之后回到警局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发现死者的头枕部 遭到了两种蹲起的击打 从伤口判断 其中一种是砖块所致 从创伤痕迹来看 这种砖块 又比一般的砖块要大 至于另一种蹲起 是什么 有待查证 但从窗口留下的嗅迹来看 属于铁器 死亡时间 大概在四天之前 此外 在死者的乘衣领部 还发现了一块油雾 之后 城队离开解剖室 碰到了调查回来的徐景 经过调查得知 死者名叫马光 今年36岁 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 此外 还是一家汽车俱乐部的成员 而这家俱乐部 是本是一家有名的俱乐部 成员都是超级汽车发烧友 都热衷于 对各类汽车的改装 根据一条线索 郭队来到了马光的公司 据死者的同事说 这个马光 目前还是单身 没有女友 亲人都在外地 平时也没听说过 他有什么仇人 朋友都是那些汽车发烧友 接着 将改装马光 那列汉虎车的改装师找来 师傅告诉郭队 上周末的下午 马光说 要开车出去会见一个朋友 所以 就给他的车加满了油 让他开走 从那时候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接着 师傅带着郭队 来到停车的地方 朱峰对地上的车印拍照取证后 便回到警局后 进行对比 结果证实 这车印跟现场发现的车印 同属一辆汽车 这人死了 车却没有回来 难道这是一起杀人结车案 朱峰调查了这辆汉虎车 发现 这车主竟不是马光 而是一个叫李鸿运的人 得知这消息后 郭队立刻带人来到李鸿运家里 问他 那辆汉虎车的情况是 李鸿运得知车不见了 立马变得激动起来 说这车 是他一个多月前 借给马光开的 这边还没了解多少 李鸿运的妻子 就怒气冲冲的回来 一回来 就质问李鸿运车呢 原来 两人正在闹离婚 贫分财产 可这还没聊上几句 这女人狠起来 竟直接动起了手 徐静看到 联盟上去将妻子拉开 原来 李鸿运非常热爱玩改装车 之前 他和儿子去水库钓鱼 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来了一套新的汽车配件 本想让儿子跟他一起去看看 但儿子不去 便只好让他留在水库边上等卡 等他开完配件回来 发现儿子自己下水玩 给淹死了 这里只想说句 你不配做父亲 难怪妻子要跟他离婚 还让警察抓他 真是活该 临走前 郭队问他 为何要把车借给马光 李鸿运说 自己跟马光是好朋友 朋友间借个车很正常 回去的路上 郭队认为 这个李鸿运说的话很不靠谱 像他这种 试车如命的人 为了买汽车配件 把儿子的性命都打上了 那他怎么可能 会轻易的把车借给马光 而且一戒就是一个月 随后徐静在搜查马光办公室时 发现了一张抵押单 上面写着 李鸿运公司欠马光公司一百万 把汉虎车抵押给了马光 自抵押之日起 一个半月内 李鸿运若未能偿还债务 汉虎车将自动归马光名下 随后 郭队便将李鸿运扣回警局 拿出那份抵押单 让他看 他倒是很坦然 承认合同是他签的 自己也撒谎了 但他认为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郭队看他不说实话 拿出现场的鞋印对比图 上面指出 垃圾厂的鞋印 和他家里有双鞋的鞋印一致 李鸿运看后 指出人不是他杀的 就是把马光的尸体 拖到了垃圾厂 还告诉郭队 整件事的经过 那天 他和马光去湖边钓鱼 两人在钓鱼期间 因那辆车的问题 而发生了吵架 一气之下 李鸿运就走了 后来想了想 又回来找马光 好好谈谈 准备妥协 还他钱 让他把车还给自己 可谁知 等他回去后 发现人已经不在湖边了 但是那辆汉虎车还在 便过去打开车门 刚打开车门 马光就顺势倒了出来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当时以为 马光已经死了 但后来 发现他的小拇指还在动 赶紧开车 把他送往医院 但在半路上 马光直接横躺在他身上 他把人扶起后 发现马光已经没气了 人就死在他身边 他认为自己跳进黄河 于是就决定 将马光的尸体 带到垃圾场 随便找个地方给埋了 为了验证李鸿应所说 是否属实 郭队将汉虎车 进行仔细地检查 竹逢在对座椅喷洒时期 发现上面 的确有血迹残留 徐靖在车门槛中 发现有一些铁砂 这些铁砂 一般是不会被鞋底带上车的 随后 又来到了案发的河边 对车辆停放位置的周围 进行了搜查 结果 徐靖在桥下 发现了一件 沾满油污的工装 郭队看着工装 想起法医之前告诉他 死者衬衣领口上 有块油污 赶忙将工装 带回去检验 小光通过对比证实 这工装上的油污 和死者衬衣领部的油污 可以做同意认定 看来 这工装的主人 和马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 从衣服的尺寸上看 和李鸿应的体型不服 此外 徐靖在工装的兜里 发现一张转账单 进行复原 随后 小光分析了那块油污的成分 发现里面有一种皮术油 而这种油 多用于制作家具 徐靖这时 已已将转账复原 发现上面的汇款人 叫李达 调查后发现 这个人有过盗窃贤科 原来从事的工作 则是木匠 便立刻将这李达 扣回警局 李达看到自己的工装 在郭队手上 也是一愣 说这衣服自己很早之前 就不见了 徐靖拿出他床上 找到的汽车杂志 问他知不知道 封面上的车是什么车 李达是一脸蒙蔽的指摇头 随后告诉郭队 这一杂志 是从老乡王会那接的 为了辨认李达说的 是真是假 徐靖将杂志上的指纹 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个李达没有撒谎 他的指纹主要集中在 有汽车模特的 性感照片的夜码上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 就是在这些杂志里 只要有汉火汽车的夜码上 就有一个人的指纹 非常集中 这个人应该就是 李达说的 他的同乡王会 一个农民工 买这么贵的汽车杂志看 一定有问题 而且专挑有汉火车的夜码看 问题就更大 随后便带人来到了 王会上班的地方 这里的工头 夸着个王会勤劳能吃苦 就是腿有点毛病 只见被辆车给撞伤了 腿留下了残疾 开车的人 也不管他死活 肇事逃逸 王会因为不想当瘸子 就在腿上绑上沙带 来保持两条腿的平衡 接着 郭队准来到王会的宿舍搜查 徐静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沙带 拿出来一看 发现有个沙带 漏了个口子 里面的沙子都流了出来 徐静将沙带中的沙粒给郭队看 这不就在汉虎车上发现的铁沙吗 连忙将这王会带回警局 徐静问他 当初是什么车撞了他 王会却说 当时天黑没看清 郭队看他不说实话 便拿出汉虎车的杂志 反问他 找这车是不是费不少力气 王会看着杂志默不作声 郭队再问他 为什么在封面上画了个红叉 王会又以自己的东西 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来回应郭队 郭队看他不合作 直接拿出了沙带 告诉他 这沙带上有个漏洞 经过技术检验 可以将汉虎车上的沙粒 和绑在他腿上沙带中的沙粒 做同一认定 王会听后 得知证据确凿 也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当年 内车将他撞伤后 因为自己和家里都没钱治疗 无赖落下了残疾 同时还吐槽警方办事无能 警方我报告啊 可是没有用 你们根本就查不出来是谁 无赖 他只能自己去查 由于自己对车不了解 便买了很多汽车杂志来辨认 得知是汉虎车 后边每天坚持下班后去认车 虽然是大海捞针 可还是被他给捞着了 郭队不理解 既然王会找到了 为什么不找他赔偿呢 王会听后苦笑道 赔 清官 怎么赔啊 啊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可我不想当兵工 我上过高中 我想出去打工挣点钱 学点啥再干点啥 让家里人过得好一些 可自从那次被撞了以后 就全完了 即使我再想去当兵工 人家也不用吗 你们想想看啊 谁还愿意用一个腿瘸的人 从那以后 我就腿上绑个沙袋拼命的脸 让自己走得稳当点 不是为了图好看 是为了活命啊 警官 我要找活干 我要挣钱 我要养家呀 想到这些后 愤怒使得王会更想报仇 在摸清那辆车的信息后 捡起之前 李达在他那儿落下的工装 和工作用的办案发当时 王会来到马光经常钓鱼的地方蹲跌 等马光上车后 他就从后排拿起奔 朝马光的头上砸去 郭队听完 认为王会没交代完 问他既然用了奔 为什么还能砖再次击打死者 怎料王会听了也愣住了 自己可没用砖打过人 杀人都承认了 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 郭队听后很震惊 随后重返抛射地点 寻找信索 最终徐静在现场 找到一块带血的砖头 随后经过鉴定 上面的血迹 证实是属于马光的 而能用这砖块 击打死者的 只有送他过来的人 李鸿运 将李鸿运扣回警局 他这次也承认了 是自己在垃圾场 给马光醉毁一下 还狡辩说 打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自己只是杀了一个 已死之人而已 但郭队说的话 让他低下了头 李鸿运 你为了你的车 害了多少人 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 你还毁了一个年轻人 年初的时候 你开车把他土壮伤了 你当时逃离现场 让他落下终身的残疾 他为了报仇 把马光当成了你 杀死了马光 可是马光并没有死 真正让马光死亡的 是你的致命的一击 因为盲目的追车 而导致现在的结局 这些都是李鸿运自找的 最后告诫各位 追信也好 追车也罢 切勿盲目追求 这天一早 孟队就接到报案 来到一栋大厦 里面一住户家中 发现一具尸体 女子安然躺在床上 但仍已经没了呼吸 小和提取了现场的足印后 小吴便开始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 孟队来到死者跟前 掀开被子后 用手按压了死者的手背 发现手背上还有按压的痕迹 这说明血液还能正常流通 死亡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接着翻开死者眼皮 又发现死者白眼球上 有细小的红色斑点 说明死者死因可能是窒息死亡 这样孟队感到奇怪的是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颈部也没有雷痕 全身没有搏斗的痕迹 那么死者怎么会窒息死亡呢 看来这种专业的问题 还得是将尸体交给法医才行 接着 孟队让小吴将整个屋内 进行全封位的拍照取证 自己则来到报案人杜萍 这了解情况 杜萍告诉孟队 死者叫郑修兰 自己跟他只是朋友 这话让谁听了都不行 普通朋友会睡在你家里 杜萍看着孟队不相信的眼神 只好交代 两人是男女朋友 还说自己上星期出筛 今早刚回来 一进门就发现 郑修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走进后才发现 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便赶忙报了警 孟队看他说话结巴的不行 便让小吴采集他的指纹和脚印 杜萍以为孟队把他当作凶手 有点不乐意 孟队却说 这只是为了尽快排除他的嫌疑 杜萍听后也只好配合小吴 随后 一男人从紧急的停尸房 痛哭着走出来 他想再看眼死者 就让两名警员都差点难以招架 待男子情绪平复后 带到了休息室 孟队过来时 他赶忙抓住孟队的手 让他赶紧抓住凶手 替自己的老婆申冤 原来 这男子是死者老公 罗振军 有老公了 怎么会跟杜萍是男女朋友呢 看来 这个郑秀兰不简单呀 孟队拿出郑秀兰和杜萍的照片 让他看 问他认不认识 照片中的男人 罗振军看后拍了些照片 情绪立刻激动了起来 指责是这个杜萍把郑秀兰 从他身边挖走 还很肯定的说 是这个杜萍杀害了郑秀兰 是杜萍害死了秀兰 肯定是秀兰想他提出分友 他不愿意 肯定是他 对 是他害死我老婆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抓住杜萍 还我老婆一个公道啊 孟队听闻表示 抓住凶手 还死者公道 是他分内的事情 但是为了排除罗振军的嫌疑 孟队同样 让他留下指纹和谐印 接着 孟队来到法医这了解情况 但让孟队没想到的是 法医对郑秀兰的死因 也很头痛 经过检查 确定死者死因是窒息 但反反复复查了好几遍 发现身上连个针孔都没有 而血液分析 也只有死者体内 有微量的安定成分 可这种程度的含量 根本不至于致死 这样法医和孟队 都摸不着头脑 另一边 小和对比了几组鞋印 发现现场的鞋印 和罗振军所留下的鞋印 完全一致 这样终于让案子有了点头绪 并立刻将罗振军 叫来警局问话 孟队问他 为何杜平家里有他的鞋印 罗振军说 自己知道老婆跟别人同居了 自己就很窝囊了 还要去他们那干嘛呢 孟队明显更相信证据 反问他案发时都在干嘛 罗振军告诉孟队 那天夜里 自己和几个哥们打牌喝酒 到天亮才刚回到家 孟队明显知道 罗振军会这么说 告诉他 他那几个哥们说他 在中途离开了一个小时 问他 这一个小时去干嘛了 罗振军却以为 自己喝醉了不记得了 还敷衍蒙对 小何一点看不下去 告诉他 案发当时 发现他的脚印 可以证实 当晚他去过现场 让他老老实实交代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去 罗振军沉默一会儿后 突然爆发了 对 我就是去了那点狗男子家 他们胡搞乱搞也都算了 为了儿子 我忍气吞争不离婚 我是想让孩子不能为了骂 可能性度的 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最近就刺激 白烈的非要跟我离婚 我去他那 我就想求他 别跟我离婚 别丢下小剑和他 他不听你的 你就杀了他 罗振军听小吴这么说 笑着说别炸他 如果要定罪的话 请拿出证据来 好家伙 真的觉得自己的杀人计划 是天衣无缝的吗 孟队听完 也劝他老实交代 不主动交代 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 但他还是非常的自信 无所谓 你要是能证明我杀了秀兰 我愿意偿命 这话可把孟队气得不尽 随后 几人就开始对现场的照片 进行检查 发现一张照片中 死者床位摆翻了两个电风扇 这样孟队感到疑惑 这两台电风扇 看似好像刚刚使用过 当初检查现场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 但现在回想起来 确实有点不对劲 天气这么冷 死者睡觉 为何还要吹电风扇 于是 这样小河和小吴回到现场 将这两个电风扇 拿回警局 让小空来帮忙研究 随后 小光将两个电风扇同时打开 对着桌上的气压表吹风 没一会儿功夫 就看到气压表上的吸压值 急剧下降 这么低的气压 一定会造成人窒息死亡 只是 小光也解释说 这是一个流体力学的原理 两股气流平行向一个方向运动 就会造成两侧气压强 中间气压弱的局面 而人不单单只用鼻子紧紧呼吸 还会用嘴巴和全身的汗毛孔 进进呼吸 如果长期在这么弱的吸压环境下 身上的汗毛孔就会堵塞 最后 造成皮肤呼吸困难 窒息死亡 厉害 这个罗振军确实是个高手 随后 提取了电风扇上的指纹 通过对比证实 上面的指纹 就是罗振军的 这下看罗振军怎么狡辩 审讯室里 梦队告诉罗振军 他利用在电机场当工程师 所学的技术 来杀害郑修兰 拿出现场发现的电风扇照片 告诉他 电风扇上都是他的指纹 罗振军看自己的罪行 已经败露 也不再狡辩 说当晚 自己来到杜平家 跪下求郑修兰 跟自己回家 让他不为自己考虑 也为孩子考虑考虑 但郑修兰是铁了心的 要跟他分开 随后 就将他赶他出去 这下 让罗振军气愤知己 于是晚上 偷偷溜进郑修兰的房间 拿来两台电风扇 利用流体力学的原理 将他杀害 罗振军知道 自己犯下了错后 也埋头痛苦起来 最后 行姐们压着他离开审讯室 到头来 还是可怜了他们的孩子 离婚最终受伤的是孩子 但只是离婚的话 孩子只是没了母爱 可现在连父爱都没有 只要孩子今后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嘴上说是为了孩子 但做法 却是让孩子成为 最受伤的那个 孟哥 你想什么呢 孩子怎么办 这天拨队来医院查案 一个女人哭着 从郭队身旁跑出去 而死者的弟弟 趴在尸体旁 撕心裂肺地哭着 说自己的哥哥 是被人谋杀的 人家把尸体拉走 不能影响医院的 正常秩序 不行 我哥是被谋杀的 他们不来 不做直领解报 谁也没有 把我哥带走 拨队听到 连忙上去了解情况 还没了解到什么 身后的护士跑过来 告诉他们死者的老婆 在厕所搁腕自杀了 郭队连忙赶过去查看 发现刚刚才 从他身旁跑过去的女人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连忙将其送到急救室 索性发现及时 不然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没了 这个女人 有经过恋性吗 也算是 在鬼门关找了一趟吗 郭队向医生询问 她丈夫送来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医生说病人送来时 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病人家属所说的 和当时病人的状况 很像是疾腹症 另一边 徐静向死者的弟弟 程刚了解情况 程刚一口咬定 自己的哥哥 是被他嫂子叶小英 给谋杀的 徐静让他拿出证据 再说这种肯定的话 程刚说叶小英 一直对他哥不好 但是这突然好起来了 这肯定是不对劲的 而且昨晚吃饭的时候 哥哥还是好好的 怎么可能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发病了 而叶小英却一点事都没有 徐静看着愤怒的程刚 心里明白自己在问什么 他都会把事情 扣在叶小英身上 随后之前自杀未遂的 叶小英苏醒过来 徐静向他表明了身份 叶小英得知 徐静等人的身份 瞬间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边哭边 让徐静还他一个清白 徐静安抚叶小英 让他冷静冷静 讲下整件事情的经过 叶小英说 自己跟丈夫成非 确实感情不好 但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就算再怎么不好 也不会伤害自己的丈夫 外面都流传 自己和外面的男人好 可这些都是些没有的事 自己自从和丈夫结婚以后 就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可丈夫总是疑神疑鬼地怀疑他 自己无奈只能和丈夫提出离婚 可丈夫说啥也不答应 还要和农药自杀来威胁他 叶小英看丈夫寻死逆活的 只好任命将就着过日子 徐静问他丈夫是怎么发病的 叶小英说 昨晚吃完饭就准备睡觉 半夜突然丈夫就把他给叫醒 说全身疼胸口闷 而且还说不出话 他赶紧叫来丈夫弟弟 程刚帮忙送往医院 回到局里后 法医就对程飞进行了检查 结果发现 在死者的手掌和脚踝处 有几个细小的伤口 根据伤口的形状来看 死者很可能是被毒蛇咬死 郭队得知这消息后 很是震惊 法医告诉他 死者全身虽然未见任何损伤 眼尖也没有出血点 可以排除暴力直接致死 而提取了死者全部的胃阻滞 胃内容物和肝肾阻滞 都没有查到毒 也可以排除消化到中毒死亡 另外法医还查看了医生的就医报告 发现这疾腹症和重蛇毒的表现症状 却极其类似 如果不仔细检查 根本就发现不了死者是重蛇毒而死 所以医院会认为死者是疾腹症突发死亡 郭队听完感到很疑惑 毕竟在城市里被毒蛇咬死 这几率甚微 因为野生蛇一般是不会出现在城市里 而且也没听说过有人被蛇咬伤的事件 因此猜测这是一起谋杀案 随后向专家请教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环蛇咬伤的 银环蛇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它咬人不痛 二是伤口不会肿胀 而中毒的症状就是咽喉耿嘴 想呕吐又无法呕吐 全身麻木腹部疼痛 非常像极腹症的症状 法医还告诉郭队 银环蛇的毒素只有用新鲜的血液才能检测出来 但死者已经死亡 还怎么检测呢 郭队此时想到一点 如果真的是银环蛇 在死者的家里应该能够找到 蛇的排泄物 褪皮 或者是它的气体 随后徐靖和朱峰来到叶小英家 问她要了案发当晚他们喝的酒 以及当晚他们入睡的床上用品 当叶小英拿出酒后 要去拿床上用品时 她的神情开始有点古怪起来 看来这叶小英肯定是有什么事隐瞒了 好 我这就给你们拿去 之后小光检查了叶小英教出的东西 果真在床单上检测了一小块的蛇皮 经过对比 证实这蛇皮就是银环蛇的 那么这样一来 睡在承飞身旁的叶小英的嫌疑就很大了 立刻就将叶小英请到了警局 郭队直接将调查结果告知她 同事还调查出她之前在一家月菜餐馆打工 那她就知道哪些蛇是会毒死人的 叶小英听了 连忙否认人不是自己杀的 然后自责地说 杀人是餐馆的厨师李群 李群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她不忍看到她被丈夫欺负 紧接着郭队就带人来到餐厅厨房 将还在做饭的李群带回局里 李群面对审问 直接说整件事自己是主谋 能为叶小英除掉这个恶果 自己死而无憾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 你以为这样做很爷们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人 和自己的父母 李群告诉郭队 自己是孤儿 从小就在福利院长大的 福利院的人说 她是从垃圾箱捡来的 这一辈子唯一能让她感到亲人温暖的 就是叶小英 我生病了 她送我去医院 没日没夜的照顾 也是她 给我吃的第一件包衣 李群一直把叶小英当亲人看待 怎料她的丈夫着实是个混蛋 不但欺负她出去玩女人 还要叶小英赚钱养活她 她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 认为这样的人 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郭队听完心里万马奔腾 你们说这丈夫该不该死呢 这天孟队接到辖区报案 称有名女伤者受伤住在医院 推开病房后 孟队就看见女伤者脸上亲子一块 一旁的女警看见孟队过来 便把大致情况汇报给孟队 早上巡逻队在巡逻的时候被发现 发现时伤者衣衫不整 还有被严重殴打过的迹象 才将她送往医院治疗 医生检查后 说伤者送来时皮肤过敏 和一点轻微脑震打 被送来的时候 伤者情绪非常不稳定 医生无奈只能给她把症禁忌 据伤者自己说 自己名叫胡佳佳 她的手机首饰 以及包包里的千元现金都没有 巡逻队在现场只找到她的一些衣服 看来都被凶徒给抢走了 医生检查了她的身体 发现有强迫的性行为 看来这是一起抢劫强奸案 女孩确实有点不幸 接着梦队看了看受害者 女孩边哭泣边 说着自己昨晚的不幸 那个爱线到了 把我的手机和钱都抢走了 还把我的脸给毁了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帮我抓住她 随后女孩就将 昨晚的经过告诉了梦队 当晚她从酒吧出来准备回家 走着走着突然感觉 身后有人跟踪她 便连忙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胡同 自己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之后就昏迷倒闭 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衣衫不整 浑身伤痕地倒在地上 而且眼睛传来阵阵巨痛 应该是被喷了不明的液体 导致眼睛一直都没办法睁开 小胡在她眼睛上取样 准备带回局里分析 还将她的衣服和包包 都带回局里检验 接着梦队来到酒吧了解情况 据酒吧里服务员称 当晚胡佳佳是一个人 从酒吧出来的 而且还发现遇害地址 跟酒吧直线距离 不超过300米 因此猜测凶犯 在胡佳佳出来的那一刻起 就盯上了她 之后梦队几人来到 胡佳佳遇害地点调查 根据现场环境来看 凶犯可能是熟悉胡佳佳的人 而小胡在一处墙角处 发现不对劲 小河用试剂喷洒上去 发现这墙角处 残留了一些不明液体 这液体会不会跟 胡佳佳脸上的液体一样呢 赶紧采样带回局里分析 随后小光经过对现场 以及胡佳佳掩护的样本 进行了分析 证实这些液体属于同种液体 但是这并不是很特殊的液体 法医看了下显微镜下的液体 发现这好像是某种化合物 小光从架子上拿来一瓶喷剂 告诉梦队和法医 那些不明液体 其实就是这种清洁剂 而这种清洁剂 只有清洁公司才有 除此之外 小光还在内衣上 发现一些植物的颗粒 但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梦队这下将侦查方向 锁定清洁公司的清洁公身上 带人来到案发附近的 清洁公司调查 让这里的清洁公 拿出清洁剂工具来 清洁公司的老板告诉梦队 这些清洁剂附近 除了他们在用外 隔壁的花房也有在用 说完梦队让老板 把陈光明叫来 小吴则对清洁公司的 每一名工人采集DNA 跑回警局进行分析 不一会儿陈光明就过来了 小和问他 这种清洁剂有没有在使用 陈光明说有在使用 说完就带着梦队 来到自己的花房 拿出清洁剂给梦队看 小和询问他 昨晚都在干什么 陈光明说自己在家睡觉 还吐槽这附近的 酒吧天一黑就开始吵吗 直到后半夜才安生点 那你一定听到了什么 没有 那谁能认明你在家睡觉 也没有 我一个人过 那好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接着小和也采集了 陈光明的DNA 梦队在一旁观察着他 可这陈光明 却不敢直视这梦队 眼神一直闪躲这梦队 难道这陈光明做贼心虚了 小吴将采集清洁工的 DNA给小光进行对比 小光看着工具箱里的 十几份样子 心想着当化验人员 真是命苦 哎呀 看来今儿晚上 我是甭想睡觉 不久之后 梦队过来询问情况 可小光却告诉他 自己没办法检验 因为作案人 在受害人身上 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受害人的内裤上 只有自己的分泌物 除了能查出 受害人的DNA外 无法找到其他人 这样一来就没办法用来对比 而造成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作案人 在强行实施性行为的时候 带了小雨伞 要么就是一种变态行为 利用性工具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且清洁剂的化验表 是同一批的清洁剂 作案人就在这一堆 使用清洁剂的人群当中 这下线索全部断了 如果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那我们只有重新查一遍 直到真相出现 是 随后警员们 重新开始检测 受害者的衣物 终于小和在受害人 内裤上有了发现 在内裤上发现了一些植物颗粒 而且受害人的外套上没有 难道这些颗粒 是作案人带来的 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颗粒呢 梦队认为 现在得先知道这是什么颗粒 才能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在内裤上 而不像通常出现在外套上 随后梦队将 花房老板陈光明 带回警局 原来梦队查出 这颗粒是一种 名叫女针的新品种植物 是一种在南方 很常见的观赏植物 而陈光明 恰恰种植的就是女针 而这种女针在本市 是很少有人栽种的 在这个区域也就只有 陈光明栽种女针 没错 那都是我的心血 它能够抗污染 它还能够 那我问你 为什么我们在被害人的衣物上 找到了它的植物颗粒 陈光明说着并不奇怪 只要住那附近的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染到的 他以为警方不可能 就凭这点来判他有罪 怎料小和的一番话 让他再也不能 给自己脚编下去 当然不可能 不过我们只在内裤上发现 而外套上却没有 你怎么解释 请把你的工作服脱下来 让我们检测一下 你不要忘记 事实只有一个 陈光明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好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说自己这么做 完全是恨那些 把酒扒开在这里的人 天天让他睡不好觉 这解释让小吴都难以理解 梦队问他为什么 要在受害人身上喷清洁剂 我意思 他太脏 他太脏 他们太脏了 他们把这个世界都给弄脏了 他们太脏了 他活该 他那么少 我怕他弄脏了我 我带了安全套 他活该 妈呗 这个陈光明的变态 我给他打满了 还感觉自己做得很对事 用这样的解释 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真的是小母牛骑摩托牛逼哄哄 小和听不下去 指责他这是在犯罪 怎料陈光明听了还想起来跟小和过两招 一旁的警员连忙将他摁住 随后便将他带走 陈光明这种变态行为终究是要受到法律的延长 真的是胡作非为自以为是 明明是自己伤害了别人还坚持自己做的没错 真为这种人感到可怜 歌厅里 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突然袭击了服务员 然后将晕倒的服务员拖进了卫生间 没一会儿就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 手端养酒进入一个包厢里面 进来之后 二话不说直接掏枪就是一枪 门外的保镖听到枪声后 也拿枪冲进去保护老板 不久之后陈队就带队来到了这里 小唐经过厕所的时候发现不对劲 小心翼翼的举枪进入厕所查看 怎料在里面发现了那名受伤的服务员 检查下来发现还有一口气在 赶忙呼叫了救护车 另一边法医对枪击现场的死者进行检查 发现死者是一枪毙命 而护主心切的保安身中数枪死亡 从凶手的枪法来看并不像一般人所谓 老杜在墙上发现了一枚六四式手枪子弹 小光也在现场发现一把手枪 便将这些政务全部带回局里 随后陈队跟这里的经理了解情况 得知死掉的男人名叫袁忠 是一个公司的副总 那个保镖则叫小李 经理说袁忠是这里的常客 晚上九点钟左右 袁忠带着一个男的 和这里的小姐进入的包厢 事发之后那个男的和小姐都已经溜走了 经理还说那个小姐叫金凤 袁忠每次过来都是点名要她陪酒 说完便叫金凤的室友安妮叫了过来 让她积极配合陈队调查 陈队便让小唐跟着安妮回到住处查看 之后小唐跟着安妮来到了他们的住处 发现金凤没有回来 而检查一番下来 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小唐便将自己的名片留给安妮 说如果金凤回来第一时间通知她 谁料这安妮胆子是真大 竟对小唐抛起了媚眼 哟 谢谢啦哥 这下咱公安也认识人了 哥 走吧 随后陈队来到医院 向受伤的服务员了解情况 服务员称凶手戴着帽子和墨镜 但是在昏迷前看到了凶手手腕上纹着一条龙 回到局里后 陈队便就此枪击案展开了分析 老杜调查了死者园忠 发现这个园忠竟是有案底的 1998年就因为一次流氓泄斗中 打死了两个人而坐了五年的牢 园忠的保镖小李 现年27岁 是园忠公司的司机 没有前科 而陈队调查到这个有案底的园忠 竟是本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 这个公司常年经营进口家具的公司 资产博弈 公司的董事长王云林 今年38岁 去年还被评为是优秀十家女企业家之一 园忠这样的人居然能在这么大的公司里当副总 这家公司没事吧 接着调取了案发歌厅大门的监控录像 在观看时 法医认出了那个逃跑的男人 竟是西北警方通缉的嫌疑人白正胜 他在西北偷走了价值近500万的和田鱼 那么园忠跟白正胜谈事的时候被杀的 那么整个事件会不会就是白正胜策划的呢 随后王云林来到警局协助调查 这王云林不亏是是优秀的女企业家 对面陈队的提问 表现得游刃有余信手捏来 今年三月份 园忠在南四环 开车将一个正常行驶的汽车人撞死 然后逃逸 他被警方拘留 是你签字担保才把他给放了 为了被害人45万 这上面有你的担保签字吗 啊 是 这是我们公司董事会一直同意的 我重用他这个人呢 也主要看着他的名利 他就这么死了 我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表示一号 之后拿出白正生和金凤的画像 让王云林变眼 王云林看到金凤后 脸上的表情有所变动 但最后还是表示自己都不认识 随后老杜告诉陈队 调查中发现袁忠的另一处房产 便赶忙让老杜带着小堂前去调查 可老杜一进来就发现 王云林和袁忠的妻子 在为了这处房产而争吵 便将袁忠的妻子带回警局 妻子对袁忠的死还是感到可惜的 不过他心里也明白 自己的丈夫也不是什么好玩 他直接告诉陈队 袁忠和他公司的老总王云林 是情人关系 他的几百万的房子和车子 都是这个王云林送给他的 不得不说 这袁忠吃软饭的能力是真的强 看来他能当上这公司副总 全是因为他是王云林的情人 随后老杜调查歌厅监控时 发现一辆可疑的轿车 通过调查发现这车是租来的 他让租车店的老板 将租车的信息交了出来 老杜看了看这人 将此人的信息发往局里查证 怎料这人的身份证信息 竟是假的 不过这证件上的照片 可做不了价 另一边陈队接到安妮的报案 连忙来到安妮的住处 发现逃走的金凤 躺着床上一动不动 小苗看到金凤的尸体 吓得直系凉气 金凤的脸被人严重毁容 安妮则在一边 彻底地被吓傻了 缓过神后 他告诉陈队 是那个白正生逼他回来的 因为金凤偷走了 他两块盒田鱼 谁料俩人刚进屋 就看到金凤就死在了床上 安妮看到金凤可怕的样子 害怕地叫出了声 结果被白正生一棍 给敲晕了过去 陈队了解情况后 让小苗带他去治疗伤口 小唐在现场勘察时 发现桌上的一箱水瓶有问题 闻了闻味道 才知道这瓶子了 装的不是香水 而是硫酸 看来这名凶手杀死金凤 是早有预谋的 将尸体拖回局里后 法医也被金凤 这毁容的样子给吓到 老杜看了更是直接扭头 法医告诉陈队 根据验尸发现 猜测金凤是先被人 往脸上喷了浓硫酸 然后再被掐死 脖子上面还有明显的掐痕 手印的痕迹比较光滑 估计凶手是戴着手套形的胸 另外法医还告诉陈队 死者死亡时间 是在昨晚的九点到十点之间 接着小苗将园中的妻子 请到警局 询问他用不用香水 但妻子表示自己不用香水 那么金凤家里的香水瓶 会是谁的呢 接着陈队提审了安妮 安妮说金凤是昨晚半夜三点回来的 她在枪击现场被吓坏了 准备回老家 安妮很奇怪 这跟金凤有什么关系 毕竟杀手不是冲着她来的 金凤无奈便说出 自己偷了西北老客的两块玉 安妮知道事情之后 等到第二天 就趁金凤去买车票的空框 将金凤偷来的两块玉给拿走 她自己也没想到之后 金凤竟被人给杀了 陈队让安妮把玉的藏匿点告诉他们 安妮也如实交代了所有 她还说那个开枪的杀手 之前听金凤说起过 好像在一个纹身店见过此人 陈队得知这条线索后 立马展开了调查 最终老杜在一家纹身店里有所发现 小唐让纹身店老板看了杀手的照 告诉他此人是极度危险人物 老板听完老老实实 拿出杀人当时的刷卡账单 接着老杜来到银行调查 而陈队这里 陈队让小苗假装安妮主动联系白正生 说是要把玉还给她 这白正生听到安妮要把玉还她 开心得不得了 便和安妮相约酒店见面 安妮如约来到酒店和白正生见面 白正生直接将她带到酒店的楼梯处 她一眼就看出眼前的并非是真的安妮 便拿起刀威胁小苗 让她老实交代是什么人 说 高定肥 检查 这白正生瞬间从老虎变成乖乖猫 主动交出匕首 将白正生押回局里后 白正生交代了全部 她说自己和袁中是在监狱认识的 不过她和那个杀手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她当时看到袁中被杀了 自己也害怕得要死 陈队随后通知西北警方 将这个白正生给送了回去 之后小苗跟陈队讨论案情 小苗根据女人的直觉认为 装有硫酸的香水瓶是条重要线索 根据专家得知 这种香水瓶是来自名为毒药的高级香水 如果喷在衣服上不洗的话 香味可以持续两个月 相信袁中妻子和王玉玲其中一位肯定在用 这时小苗过来告诉陈队 通过银行那边提供的线索 得知杀手的名字叫孙卓 31岁 是本市的射击运动员 还拿过全国赛的亚军 难怪能做到一枪毙命 随后陈队带人对这名全国赛亚军进行拘捕 怎料刚到孙卓家门口 就看到孙卓从小区出来 便立刻下车准备拘捕 原以为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 怎料接下里的一幕并不像剧本写的那样 这直接让所有警员给看愣了 竟然有人当街在车上装上炸弹 这不等于恐怖分子吗 随后将孙卓家进行了调查 拿了孙卓家中的鞋子 通过鞋印比对证实孙卓就是枪击案的杀手 最为关键的是 在他的银行卡上发现了王玉玲的指纹 看来这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孙卓背后的王 便将这名优秀企业家带到审问室里审问 陈队告诉他 不仅在杀手银行卡上发现了他的指纹 还查出这卡里最近三天内连续打进一百万元 打款账户都是他的公司账户 这女强人一听脸色瞬间表变 恶狠狠地说道 他们都该杀 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 还背着我跟那个金凤搞在一起 说好了离婚就娶我 可是我等了整整三年 他一直都不理 我是一年一年的变老 我给他的钱也一年比一年多 他就一耳再再耳三的骗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王玉玲不仅仅杀了孙卓和袁忠 他还亲自杀了金凤 他嫉妒金凤比自己年轻漂亮 深得袁忠的欢喜 虽然自己也是他人的情人 但他的眼里可容不下其他沙子 于是贾戒送香水来到金凤家里 金凤 我送你一款香水 叫毒药 敲我男人 后来一位金凤 一位疼痛叫得特别大声 王玉玲担心 他的叫喊声引来邻居 于是便将金凤给掐死 堂堂的优秀女企业家 为了一个情字 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 他的这种行为 应验了那句话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他人也休想得到 但是人要学会放下才是真理